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新眼 这条不太齐哑的小巷在海南省海口市的位置很天僻 小巷里五行八座干什么的都有 而这个小小的门俩是其中最寒酸的一个 但是现在就是地方啊 什么等等的条件有限 我目前也叫两三个师傅 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地方啊 路段啊和投资不好啊 投资不够 等等原因 他也不爱的工作 这是一家盲人按摩店 店里有夫妻两个人 他们都是盲人 他们是店主 也是仅有的按摩师 店里的生意不太多 显得冷清 然而一个小男孩出现在店里 这个店的气氛顿时热闹起来了 这个孩子是这对盲人夫妻的儿子 他今年十岁了 这对盲人夫妻从来没有见过孩子的模样 他们侧耳倾听孩子的声音 仿佛这就是世界最美妙的音乐 这个正在玩耍的孩子从降生开始 就生活在这家按摩店里 那你现在能帮父母干点事 干点活吗 可以啊 你都能干什么呀 小地做班炒菜啊 视力正常的人 没有办法体验盲人的世界和感受 我要曾经试证蒙上眼睛 在家里边摸索着走动 就假装是盲人 找东西 坚持不了三分钟 就碰到了不少东西 我心里也慌得不行啊 就挪不动步了 这对盲人夫妻在几十年里 一直过着这种没有光亮的生活吗 他们怎么就会失去看东西的能力呢 他们的孩子又为什么会在按摩店里长大呢 这一对盲人夫妻中男主人叫黄汉兴 女主人叫沈海荣 黄汉兴将近四十岁的人生当中并非没有见过阳光 然而那已经是几乎完全忘记的感受了 那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小时候怎么样 非常的穷 非常困难 是吗 家里有提 因为我们当时我父母生了五个兄弟 然后我是老小 老小的时候他们也是长大一点的 到处去法律去找工作 但是是因为那个文化有限了 也没找到什么好的工作 然后我们我是眼睛就看了这路了 就能待在家跟父母看看家了 黄汉兴看见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才刚刚三年 一次不幸的遭遇就突然降临 我是靠天线的 因为就是长到三四岁的时候 老人有一些 一个段时间就发烧了 因为当时的那个 医疗也不想发达 以后就再加上父母没钱 受到好的医院治疗 就在农村捡那些草药 吃吃吃吃 然后就 酒给来就吃不好了 然后就 早上已经永远息息光明 那两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 永远地关闭了 幼小的黄汉兴 也在黑暗中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一个盲人的生活不仅处处都是不变 而且还可能要经受不知名的危险 这些凶险可能是致命的 有一个 一口水塘 很深的 从金马都有五米深 然后有一次 找到 我准备找到外面的时候 找到 那里面 它就没有上栏杆 安住 从上面掉下去 真的是很危险 可怜的孩子总会有父母的疼爱 黄汉兴 却连这样的福都享受不到了 他的父母在他十岁的时候 不幸先后去世了 黄汉兴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哥哥生活 然而 随着长大成人 他对未来的担忧和对命运的不甘 时时涌上心头 就是因为长到七八岁了 我就说看到 好多人 在外面 过得持有期待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要出去 写一门技术 为了以后的 为了以后的 生路 所以说我就 先想出来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年少的时候 就想着闯荡天下 要看外面的世界 寻找一个机会 要干一番事业 而对于父母家人来说 往往都会对这样的孩子忧心忡忡 黄汉兴 18岁了 他也想离开家乡 到外边去 他没有父母担心他 因为他的父母去世了 但是他的兄长家人 对他的想法 没人支持 你说一个盲人 没上过一天学 也没有一技之长 这种条件 怎么能活下去呢 不能不说 黄汉兴的决定 除了勇气 还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分 那外面的世界 等待他的 会是什么呢 黄汉兴 黄汉兴毅然决然的 也是坠坠不安的 第一次踏上了旅程 一个盲人熟悉的环境 带给他的安全感 恐怕远远超过普通人 陌生的一切 都在考验着刚刚成年的黄汉兴 当时是我有同村有一个叫做哭哭这样 哭哭的同村的 然后他也是盲人 他也做按摩 他就叫我说 你要是想出来写这行 那就跟着写 我就去跟着他写 几年的学习之中 黄汉兴学得非常艰苦 因为他没有文化 也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 当时的时候 我也是长得非常的小个 小个 就是说 在那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虽然是跟他在一个店工作 但是好多人看不到 看不起我 因为看到他小个 他都没有力 他那些客人 都不愿意给我 给我 终于 黄汉兴被老板认可 开始正式善工 他领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工资 心花怒放 百感交集 俗话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黄汉兴的一个小小的业余好 竟然帮助他 得到了一个梦中曾经想过 却从来也不敢相信的美事 当时我们喊了一个广播村 打入线道里面 点歌啊 交友 然后耳耳耳朵就打电话 我们就交友 那个那个李的 他是文昌的 然后他也听到 但是我也把我这个真实的情况跟他介绍 但是他当时是表态说不嫌弃 但是当时他还是一个学生 还没毕业 所以他就来跟我交一个这个男女朋友 这段突如其来而又不可思议的恋情 在按摩界引起了很大的战斗 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黄汉兴给盲人按摩界带来的 是一种包含着羡慕和兴奋的情绪 然而这一段恋情本已经很甜蜜了 却在女孩家人的激烈反对下结束了 迅速的就像他开始时一样 什么都依赖着他了 然后他突然选择离开 你想想 当时一个人是这么的悲啊 就是说想到说 这个对我这么好的道理开 我想说我以后还有人会爱上我吗 所以说就比较配合他去工作 他回家做了几年 还真是让人意外 黄汉兴走出了18年从未离开过的乡村 来到了城市 竟然靠着一股拼劲坚持下来了 他学会了按摩的手艺 也挣了工资了 终于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不仅如此 他还交上女朋友了 对方还是个眼睛健全的人 这确实足以让一个盲人感到 前所未有的骄傲和自信 但是这份骄傲没能持续太久 他的这份初恋无疾而终了 在严重的打击之下 他跑回家了 他消沉了 他能不能摆脱这种退缩的状态呢 梅精打采 百无聊赖的在家里待了一阵子 黄汉兴忽然觉得 他已经无法再过以前的生活了 城市里劳累而丰富的生活 无时无刻不再呼唤着他 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从长连又开起学习班 忙了按摩学习班 然后通缉我出来 叫我重新出来学 黄汉兴毫不犹豫地再次离开家乡 加入了学习班 经过深入学习后的黄汉兴 谋生的能力强化了 他开始以成熟技师的身份工作 而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和黄汉兴谈起恋爱的女人 也是盲人按摩师 并且还是熟人 名叫沈海龙 因为接触多了 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我们那边的家庭还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那边也不反对 只要你们两个能牵牢以后 就会越走越好 两个人结婚后不到一年 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当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健康 而且眼睛很正常的时候 是他们人生最喜悦的时刻 开心 但是我那时候也有喜也有没 因为喜的是说生到一个儿子 以后有人叫爸爸 但是背的是经济不好 当时一分钱都没有收入 黄汉兴给孩子取名叫成成 成成的到来 让黄汉兴夫妇的人生 陡然有了巨大的压力 也有了更加努力工作挣钱的动力 孩子一天天长大 这个特别的家庭里 也多了不少温馨 对于成成 黄汉兴常常觉得有些亏欠 因为无法像正常家庭一样 给儿子提供基本的物质保证 成成不仅是他们的安慰 也成了他们看世界 体验世界的眼睛 在一位常常光顾的好心客户和社会上一些组织的帮助下 黄汉兴和妻子开启了一家小小的按摩店 店里设施非常简陋 就连按摩床都不是一种样式 一看就是七拼八凑的 对于家里的经济状况 小成成也懂得了节省 小孩男朋友她不会随便花钱的 你带她去买东西 买贵的她也不要 她就这样子 她说赚钱不容易 懂得你以后有钱都在买给我 她就这样讲 成成非常懂事 她一方面在上学之余尽量帮助父母做事 学会了很多家务活 还非常自力 你平时上学走着去 走多久啊 不是15到20分钟吗 那你为什么不坐车呢 坐车浪费钱 所有节约嘛 小成成已经成了父母的眼睛 也成了他们最大的安慰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 成成的内心十分敏感 有一次老师在批评她时 无意中说到她父母的残疾 成成非常严肃地找老师谈话 老师打电话过来跟我讲 她说 你小孩相信我 我说 你作为一个老师这样说话 你要说 你要说的话 你要想对我好 你就带我去 房间面跟我讲 说我爸爸妈妈不方便 然后你也是好心好意 那你就多教我 不能在我同学面前 这样讲 这样讲的话 人家看不起我 加上你最老实这样讲的话 是没有文化 那个老师说 对不起 有钱你认错什么 成成的世界 简单而清贫 就连一件像样的玩具 她都从来没有拥有过 但是她知道 自己的父母是盲人 挣钱是多么的艰辛 因此她不提任何过分的要求 黄汉兴和妻子仍然在努力地维持着他们的小按摩店 即使生意清淡 即使看不到自己儿子的模样 但对生活的盼望始终存在着 看不见 不能减少爱的浓度 黑暗的世界也没有产生阴暗的心理 这一家盲人按摩店里的三口人过得挺艰辛 但仍然有幸福 也有渴望 人活在世上不是来抱怨和委屈地活着的 如果努力付出 总有可能让日子变得更好 如果放弃 也就放弃了另一种人生 黄汉兴仍然要面对很多困难 他的儿子是他最大的收获 也是他最大的心事 他仍然需要社会的帮助 但在此之前 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八旬老人生活富足 可他们为何执意要状告自己的孩子 是子女不孝还是另有隐情 婚私背后 一家人又有着一段怎样的纠葛 二十七年前种下的矛盾 谁又能帮助他们兵释前嫌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赡养肺之争 明天见 多谢观察